因為剛才發現用這種獨立黨的方式對我們來講會很麻煩 因為這種獨立黨方式應該是比較屬於就是要發布給其他人使用 但是因為我們目前這個做法相當等於只是要給愛寶貝家庭他們自己的人使用而已 所以用這種方式獨立黨的方式感覺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改成直接使用它檔案執行之後 它裡面會一個指令碼編輯器的方式會比較果大 所以我們要改成用只要指令碼的方式來做一些設定的方式 那我們的做法跟剛才也是一樣 那我們可以給它取一個專案的名稱 那其實因為它是綁定在這個文件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名稱你不改也沒關係 那這裡的話因為我現在只有在做練習 所以這個隨便 那比如說好那我重新命名一下好 練習 通常我會給它一個叫做start 就是 開始 那開始因為我們要把這一個檔案開啟的時候 這邊多一個愛寶貝的 狀態 所以我們這邊來重新做一下 那用到的方法就是一個叫做on is go 帶一個參數 那底下 跟之前講的一樣 只是之前是用獨立黨的方式感覺不好 給它 觸發 有點像觸發自動安裝這種感覺 所以那底下我們會一個 自動開啟 我們整個會重新再做一次 那它自動安裝之後就去 自動安裝之後就去觸發這個自動開啟 那自動開啟這邊我們就會開始把上方的選單給寫上去 所以叫做 用心理人員 partment app 取得使用者介面 那建立一個選單 就底下這個 那選單名稱我們取名叫做 我用單名號 那這個上方選單完之後 底下會有一些次要的選單 那次要選單 然後我們來給它 叫做 add item 那一個標題我們講設是課程管理 我們這裡到時候點下去這個課程管理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旁邊 右方位 彈出一個 課程管理的視窗 所以我們一樣叫做 manage class 管理課程 那記得一樣要用自傳的方式 這個 是一個方法的名稱 所以你到時候底下就會要有一個方法 在旁邊 那等你把這個 剪完的時候 就要把它加到意外上面去 加到使用者介面去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它都是用這種 直接直接點點點點點把它算接起來 然後我們儲存一下 好 那到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重新整理 好 這邊就會跑出一個愛寶貝 那這邊就有這個特殊管理 那因為我們裡面還沒有寫那個方法的動作 到時候點下去 旁邊就會彈出來 所以我們來 做一下 來做一下這個叫做 課程管理的 那它課程管理 它可以使用一種 就是去載入 HTML的方法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 新增一個 HTML檔案 那因為它是一個頁面 所以我們習慣給它 要做一個檢視 這是取名的習慣 可以自己隨便取 那習慣是 這樣取 會建立一個HTML檔案 那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確定帶個字 我是課程管理 好 好 那 那這邊儲存一下 我們可以按Ctrl S做儲存 那這個頁面 那待會我們會把這個頁面 從這個方法把它呼叫出來 那它呼叫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給它一個 變數 這個隨便 那一方 變數的名稱自己定 所以要有一些JavaScript的筆子 那這邊使用的是HTML HTML 的Service 所以點下去 它可以Create HTML Output 然後是有檔案 有檔案 然後 那它會給它一個檔案的名稱 這檔案的名稱就是我們這個 把它拉開 這檔案的名稱 那它也是 用自竄的形式 那要副檔案 你不用給它了 所以給它一個View 那 那建立完之後 它也可以給它一個 設定一個 那這邊有一些方法 可以給它高度啦 寬度啦 可以給它一個 開頭 就是標題 標題叫做 過程管理 那這個 我 我 假設我們把它當成一個 原件 那 原件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加進去囉 所以我們一樣 是 開機口 洗手機 我們 把它取得這個 UI介面 那這裡要使用的方法就是 就是 show 顯示 這裡有一個 它有顯示 常用的會有幾個不一樣的東西 show moto dialog 那這兩個 那這兩個 然後我們是要選用這個 那它這裡都需要寫User interface 那這個就是它所寫UI 那你也可以取不同的名字 沒關係 那因為我們剛才是取 做UI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打UI 儲存 那我們來看看效果是怎樣子 到時候這邊 重新整理 好 那彈出這個愛寶貝 那我們這個 課程管理點下去之後 這邊應該是會跑出一個 這個 介面 有沒有 它就要跑出來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才 設的標題 有沒有 就是我看一下 好 這是你設的這個標題 就是會在這邊 那 你 這個就是把它秀出來 把這個秀出來 那你也可以把它關掉 它要用的時候 掉出來 它就把它載入進來 那這個是 一開始我們整個 在還沒有開始寫東西的時候 大概想的東西 是會把 一些東西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弄出來 然後 立正 這個 沒有 我們 我們 在這裡 兩 分 我們 在這裡 角色 然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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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